台北市立美术馆最新展览在甲缝中行走 由馆内资深策展人张芳为策划 邀集1960年代以后 29位横跨数个世代的台湾与国际艺术家 展出60多件包含平面绘画 实验水墨、动力装置、行为表演、雕塑 录像及相关文物等多元媒材作品 并与相关文物和研究文件展开多层次的对话 试图将观看与阅读的路径融合成行走中的展览体验 我想这一次北美馆在甲缝中行走的展览 就是有非常多台湾跟国际的作品 那蛮有趣的是它充分的表现在当代艺术里面 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观念这件事情 如何透过作品艺术家他们想要谈的观念 去指涉我们生存里面的很多的状态 那它就是通常在当代艺术里面去表现 观念性跟议题性的这个内容 但是每一个艺术家他的表现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欢迎来北美馆看我们的展览 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重要它就是在它的主要的标题上 就是在夹缝中行走 是在疫情之后以行走这个简单的行为作为启动式 然后跟那个平常的行为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那我希望集结非常多多元的跨年代跟跨时代的作品 以及不同媒材的展现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一期 我觉得这个展览比较重要的是它不是横向发展的 它比较是从行为一直然后就是馆长刚刚讲的概念 一直发展到所谓的叙事的线性 整个展览是各种不同的线条跟缝隙跟距离所拉扯 跟组织起来的靠观众来观赏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展览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展览主题以行走作为概念起始 开启各呈现性的想象 并以在夹缝中行走作为当代生存近况的隐喻 其中夹缝也暗示事物之间面对困境的对策与可能性 在后疫情时代下邀请观者跟着这条隐形的路径 一同尽心想象宇宙生灭的轮回与生活目标的追寻 那开始筹备展览的时候是疫情推动了展览的发展 初中是希望策划一项回应疫情的群展 展览比较轻盈而且作品的混合性比较高 期望能带给观众一个舒心的展览漫游 那展览也希望能在目前流行的展览类像上提出另外的可能性 展览以步行或行走作为行动的意象跟它的隐喻 而且以在夹缝中行走隐喻当下生存环境的举步维艰 期望与观众在多重城市上对话 将主题在多元面向延展开来 因为展览的混合性与垂直发展的向度跟垮距都比较大 当我向藏家们借鉴的时候 几乎每位收藏家都希望去进一步理解 展览的概念跟我们想要借的藏品之间的关系 对我个人而言 这是个非常有趣而令人幸福的状况 展览的对话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展览是一个集合众人智慧跟热情投入的集体的展现 是一路走来集结与这项展览有缘的人的 艺术与生命能量的集结 要感谢的人很多 那最先要感谢所有的参展艺术家 他们的热情参与 虽然今天能在场的艺术家有限 但是在疫情仍然持续跟全世界局势动弹之下 已经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参与 那这项集结28组台湾与国际艺术家的展览 最年长的艺术家Fontana出生于1899年 那他没有办法在现场 那他最年轻的艺术家Ni Hao出生在1989年 今年33岁 那中间差了90年 展览尝试混合不同年代的作品 以展览所发展的概念贯穿展览使各项作品互相连结 产生新的脉络关系跟意涵 是这项策划展的期望的重要特质 有很多条线 但是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非常早 我们就确定Fontana 就是我们的那个Fontana的那间典场 会是一个破题的展览 那还有就是在夹缝中行走 行走是最先出现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主题其实是跟疫情有关的 也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关 而且我看大家所有的经验 因为大家在疫情底下 你们比较没有办法 前两年比较没有办法去健身房 大家会在户外运动 而且是空旷的地方运动 会维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那所以那个行走的这些部分 真的是跟疫情有关 但是在80年代 六七八零年代 在整个全球的艺术发展里面 行走作为艺术的行为跟意念 其实是在艺术史里面 是有这一块的 像Richard Long 因为我是以前在英国念书 所以我想他的作品 说不定有深深印在我的头脑 那我有可能也想借那件作品 但是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他其实是从两个部分 然后再从我希望能够找出台湾的 找出几个台湾当代的那个艺术家 他们能够回应这个主题 那其实夹缝跟距离跟缝隙是有关的 事物跟事物之间就会有很多的缝隙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起先 夹缝其实是被挤压的空间 但是你可以去想 就是说夹缝本身 不一定只有被挤压 它同时也是一个被挤压出来的生存空间 我们也可以讲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某一种夹缝里面 那是一种说法 而不一定说你要演出一出 非常说明性的夹缝才叫夹缝 就是它的之间的距离 从所谓的台湾海峡的距离 一直到缝隙跟缝隙之间的距离 它都是距离 而我觉得距离跟行走的概念 是很深的扣合在一起的 这是夹缝在这个展里面 所占的比较多的成分的概念 在夹缝中行走特展即日起 至2023年1月8号 于台北市立美术馆二楼展出 展览期间将举办多场艺术漫游活动 相关展览讯息及活动报名 请上北美馆官网 或追踪北美馆脸书粉丝专页关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